这一次谢一涵蛇蝎女三度判死出现大逆转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精神医科医师的鉴定报告说 他再犯几率很低 说透过14次深谈发现 其实他不会再犯了 那意思就是说可以放出来吗 第二个理由是问了他的教诲师 他的教诲师说他是有同理心的 他是有忏悔心的 他其实有教化的可能 因为这样也是出现逆转的重要关键之一 阿公我跟你讲 感觉一种的教诲师 他说话的成分 就是说在法官量刑的时候 占有很大的地位 因为现在感觉教化 教诲师分两种教诲 基督教诲 一种是辅教诲 那么像黄明珍黄牧师 他去看他二十次 就觉得说他有教化的可能 我给你虽然心态 你说他很乖 对 我给你心里节目 书话不能说怎样 在二十次 我只要信教 我只要听你的 你只要问我什么问题 我都乖乖地回答 对不对 然后我每天就在监索里面看圣经 我每天就在里面抄圣经 那把我以前 把我以前杀人的那个暴力之气 就都没了 对不对 没了的时候 你如果像西安这个案件的时候 他在上次开辩论庭的时候 他传了黄明珍牧师出庭作证 对 所以黄明珍牧师跟他讲说 有教化的可能 所以他有同理心 对 所以说我们常常从以前 本来法官就不会打你西行 就像你刚才说的 杨医师说 要找一个理由来 不要打你西行 但是他本地三次都打西行 对啊 但是这个法官 这个法官这个法官 没有打西行 对不对 你像今天报座有写 你看 今天报座有写 他说 他说 没反社会人格 没反社会人格 鉴定认为 没有反社会人格 再犯可能性低 对 那什么叫做 没反社会性人格 以前人们也说我 没有反社会性人格 所以我会改